《偶像压力》 《偶像压力》 其实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 因为我以前可能演的文艺片比较多 或者说演《白车传》 然后《恐惧灯丸飞》 《金华烟云》那会儿 用现代概念 可能也算是小鲜肉 但是那会儿没这个概念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自己有幸的是 演过这些名著 对表演是一个磨练 然后对自己的生活 然后经历 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积累 所以就是说 可能大家那会儿 都很喜欢我演的角色 都很支持我 我不觉得那是什么 就跟偶像有关的东西 因为包括到现在了 可能随着自己年龄 在不断地增加 然后阅历也不断地增加 我觉得可能越来越爱表演 而且我有信心去塑造 以前不敢触碰的一些角色 所以就是对于偶像来说 可能我理解啊 因为首先可能是 跟爱情片 或者跟青春片 这种题材沾边比较多的 形象要非常俊朗 然后非常清秀 这样的男孩子女孩子去演 然后他们可能会 被更多的年轻人所喜爱 而且也喜欢他们戏里边的角色 可能这可能是我理解的偶像 但其实对于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现在已经过了 这个所谓的偶像的年纪了 我觉得我更多的 给自己的这个压力 就是去塑造更难演的角色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积累 都通过角色和好的剧本爆发出来 挺多的 说实话挺多的 因为经常是哥哥弟弟的一场戏 等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演 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这种 需要特技的拍摄的 这样果上当中 弟弟是那边 这边是哥哥 那么我再跟空气说话 然后等我改完装 坐到弟弟那边 我还要跟哥哥说话 而且我需要记住 哥哥的语言的节奏 他的情绪 同时我要跟哥哥 拉出这种性格之间的反差 因为哥哥可能是一个 非常老谋深算 不善言语 但脑子非常清楚 时刻警惕的这么一个人 弟弟是混社会的 就是一个小痞子 点儿郎当 顽事不恭 什么事都不按正常逻辑出牌 所以他对哥哥的一些判断 是持否定态度的 但是他哥哥帮他 帮他隐藏起来 他又不能不寄人于下 不能不听哥哥的一些教诲 所以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就是属于那种 长时间不能出门 而且不能在任何地方留手印 就连上厕所冲马桶 都不敢大声的 那么一个这样一个压抑的青年 而且他本身的性格 弟弟本身的性格 是非常非常比较张扬 然后特别善战的 这么一种性格 对 所以一旦给他哥哥说 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掌握的这个限度 差不多了 而且你现在了解我的事情 也了解差不多了 把公安局的所有的这个地图啊 部门啊 然后结构啊 所有同事的性格 都了解清楚以后 哥哥确认他可以伪装成自己 进入这个公安局去处理事情了 半年的时间吧 终于放他出去了 那就是冲突牢笼的一个困兽 就像冲突牢笼的一样